我猜不到我拍攝這個節目 連我子宮也要出鏡 沒錯, 真的是我子宮 醫生, 我準備好了 看來你的子宮很正常 有沒有看到有生瘤 沒有看到有蜥肉或其他奇形怪狀的跡象 雖然你40歲, 但子宮等於14歲 也沒什麼分別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你看看, 正常的子宮 大約六、七厘米長 這也是大約六厘米, 所以是正常的尺寸 這就是子宮中間的壁 如果有寶寶, 就在這裡登陸 所以這就是他們著床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 總之是田上, 三棵樹, 這就是特田 不是…特田不是這裡嗎? 特田也是這裡 那是宿生中間的… 她不是這裡 同步, 所以我要一塊錢 這個信法的那就是地獄 林荣精神 有一點錢糟糕 所以要移動, 一定要耗養 真是有兒子趁年生的 我剛結婚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想生小孩 但是那一刻的心態是一個慾望 但是到了現在我四十歲的時候 我又再一次有這個感覺想要小孩 但是這個已經知道… 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慾望 我會知道我懂得如何教育一個小孩 知道我如何令他開心 希望帶給一個開心的童年 所以如果是我的小孩的話 我想他也會開心 你是不是從小到大都很想做媽媽? 說真的, 不是 我從小到大都沒想過要做媽媽 那為什麼你生了? 生了兩件事 還生了兩件事 就是上天給我的驚喜 兩個都是意外 意外? 對 對, 其實我生了第一位的時候 當時我是三十六歲, 生了我的女兒 我之前那一年, 三十五歲那一年 我和老公都覺得我們都認識了這麼久 也是時候要一個小孩了 就是有想的? 有想的 也有嘗試的 但是我們不是很硬碟的 設定時間 一定要做到的, 我們是比較… 姿勢 對, 比較逼的 大約嘗試了大半年 沒有任何結果 算了, 不嘗試了 那時候其實已經放棄了 我那時候已經報名 想去南大學煮食 準備要去讀的時候 突然懷孕了 我覺得當你放棄了所有東西 完全沒去思考這件事 就會懷孕了 我也是這樣 而過程怎麼樣 我們完全到現在都是一個賣團 我四十多歲, 三十二 你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因為一聽到你懷孕了 我突然… 我是很驚喜 我總是很驚訝 我猜不到 因為我以為四十歲之後 你很困難 你別想了 我經常說三一一點都不辛苦 對, 我覺得不辛苦 是之後的照顧, 去教育 和和老公相處 很多東西都變了 是 是那些才是生死 是 我記得我和老公說過 你可否相信我們離開這間醫院的時候 會多了一個住客 會長期搬進房子裡住 而且我不停餵東西給他吃 這件事的變化會如何呢? 那時候我就是這樣想 還不知道 不知道 我當時覺得… 我不覺得我的肚子裡是一個寶寶 而且因為我也是開刀 全部東西都遮蓋著那塊鏈 突然好像拍戲一樣 在眉光燈之下的寶寶 明星又上臨 明星又上臨 你不想一想嗎 我又覺得, 哪裡來的 然後麻嘴絲又不斷拍照… 你有沒有想過生第二個 我想生三個 不過我年紀的問題 我想我應該不能生三個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 我覺得阿田是三個嬰兒比我早 我現在剛好遇到胃 我希望她可以替我拉回來 當然是鼓勵她 這件事是人生一片很漂亮 和很繽紛的一個項目 爭者這個問題 這麼多年來我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了很多年 有一天我老公問了我一個問題 你現在開心嗎? 我現在開心, 她說如果現在開心 那倒不錯, 為何還要做出一件事 而那件事我們還未知道 又或者希望可以開心一點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 對, 其實我做人應該要自足 我突然那一刻就這樣想 我就決定不生 到我40歲了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自己是何以為的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出現了很多東西 我突然覺得像一個信號一樣 有一天有一個TVB的同事叫沈應 沈應你現在看著 是你影響我的 她42歲 她是一個像我那樣的 覺得沒所謂, 不生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她老公很想生 然後她很努力想去生 誰知道她發現卵子已經不漂亮 她跟我說, 阿田 我現在最後會有一件事 我真的最後悔 就是我年輕時沒有生 她這樣跟我說, 聽到我 她在想, 糟了 我不是應該要生嗎? 我40之後就41了 41之後就42了 一直這樣攪拌 而且現在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快呢? 怎麼算好呢? 這樣說高齡, 有寶寶這件事 我也不是… 我老公喜歡小孩, 但是想生 然後我有些醫生朋友 他就說, 你們看看負荷吧 他一彈給我, 就彈了一個IVF的醫生 以為我也不行了 自己受不了癮 就彈了一個IVF的醫生 那一位醫生很酷的 接著就跟我說 這些呢, 你的測試就是這樣 你就在這裡 局勢 就是受刑機率 接近零 其實如果以一個生育能力 或者孩子是否正常 來界定一個高齡產婦 其實35歲是比較適當的年齡 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一個43歲的女性 就算她有10顆胚胎 她有9顆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胚胎就不會帶到寶寶給你 為什麼卵子會檢查呢? 其實人一生, 卵子的數量是有限制的 跟男性… 精子就沒有了 對, 這個很不公平 你11、12歲來月經, 有40萬顆蛋 其實到了30歲… 40萬顆, 是不是每人都40萬顆? 對, 是的 所以如果你從11歲來月經 到51歲收經 其實40年, 你說你排了500多顆卵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自然死亡 死亡很多 是的 死亡三十多萬? 是的 死亡這麼多? 女性能否吃得好一點 做運動和改變生活習慣 她的卵子會有改善?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的 無論如何都不行? 無論如何都不行 即是差了就是差了? 是的 這件事很悲哀, 可以做什麼 她無法改變 我可否靠一些食療, 或者運動 或者令卵子虛耗得慢一點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也是沒有辦法的 剛才我喝 哪個問題是問得不好的呢? 是 這個問題問得不好, 但沒辦法的 怎會是一個漂亮的卵子? 這是我們做使館姨拿出來的卵子 已經拆開了保護罩 這些都是比較漂亮的卵子的圖片 那卵子又如何? 這個正常的卵子, 大家先看看 你看看多活躍 八、九成的卵都在動 好像很有能力 對, 很差的卵子又如何? 差很遠, 你們看到… 很多都呆了 大部分卵都不會動 你看到這條卵的尾部彎回頭 你看到這個卵, 連頭也沒有 這些都是不正常的卵子 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的 他們經常都以為我儲了 然後到太太排卵腳就很厲害了 就容易有了 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 其實精子是捨得越密 把舊貨清得越頻密 它的質素就會越好 那我可以做什麼 令卵子不死嗎? 中醫角度, 只要你身體好 你會喜歡產生一個優質的卵子 就是可以令它漂亮? 對, 所以我們中藥 是有一些養卵的方法 以中醫角度, 三十五歲前 身體機能是最好的 但四十歲之後 其實經過一些調理 很多人都可以成功懷孕 如果以我這樣的身體 我又做運動, 著色時間又… 好… 那我可以怎樣調理呢? 剛才覺得你有點濕皮重 其實也應該有一個原因影響 懶 其實懶是因為你氣不足 運運運惡惡, 思維不是很清晰 很混沌的狀態 也跟濕皮重有關係 那我真的要去一下濕皮 我不想我再運運惡惡 這樣過我的下半世 我覺得… 你說高齡的界線 在三十五歲 我們看的測試全都是三十五歲開始 但那些只是統計學 別讓他嚇壞 是 可以… 是一個統計學 身體自己最清楚 對, 最清楚 所以其實是看每一個人的 不是說那條紙已經是死線 我覺得你也算健康 有做運動之類 你的體力拍了幾十集 連續劇也有 我是懶人 但我想說 工作的體力跟小朋友的體力 是完全不同的 但你會把腦袋全部擠出來 我告訴你 別說這麼多 借你去烤焦, 你先抽一天 我想你很糟糕 對女人來說 駝嬰兒辛苦 還要忍受增磅和變肥的風險 一個不小心 原本白滑的土皮 還會出現印象吻 皮苗激肝有效, 真身膠原 幫助減退印象吻 皮膚即時多回胸膀的膠原嬰兒 變身索膜, 沒難度 如果烤焦給阿田照顧 就… 捉他好運吧 其實很多人很想照顧他 我一直都有照顧小朋友 我覺得烤焦應該會喜歡我吧 我唱歌、跳舞、餵他吃東西 這些殺手間, 我都有了 我今天來很大的責任 這個很神聖的任務 就是把兒子交托出來 你好, BBQ 你好 你好 你走啊 賣仔摸摸頭, 你走吧… 他夾不住我 為了我朋友 要探討一下這個3B事件 讓他燒焦一天 看看他能否搞定 今天為了迎戰BBQ 我準備好所有的食物在這裡 因為BBQ聽說我是一個吃貨 他真幸福, 比這麼小就碰到我 好, 再見 BBQ… 你看看, 再見 他很傷心 他哭得沒有聲音 聽說我哭得大聲, 她就不哭了 他哭得這樣, 我有點害怕 我預料到他哭了, 最初 因為怎樣扔下媽媽扔下也不哭 糟了, 對吧 我怕會留了一個童年陰影給他 媽媽… 你看 好吃 你看這個, 我請你吃 你看 好吃, 蛋甜的 你看, 蛋甜的 蛋甜, 蛋甜, 蛋甜 你好吃, 你是想吃的 他是想吃的 他多扭一會兒就沒事了 對… 好 好 再來一次, 我們再接再禮題 是不會放棄的 對… 好, 給我 好, 好, 再見 我實在沒做過甚麼 但你知道有時候 小朋友哭起來 都不是人敢扮的 幸好現在科技發財 我還是很不想推出 但我結果還是沒辦法 你看 好, 看這個 因為我已經唱歌、跳舞 又餵食物都不行 我唯有開一首他喜歡的歌給他聽 我只能打開我們交流的那一扇門 不是到最劇烈的時候 我都不會出電話 但也很難避免 因為例如, 將來上學 我看到學校 是用一些詞語詞來做功課 我現在擔心自己比較多 你看, 多好看…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但我不是給他看電話 我只是給那首歌 然後我也沒有給他電話 我只是給他吃東西而已 寶貝Kill 包包… 這是包包, 對吧? 包包 你… 我只要吃 你自己吃嗎? 你會不會吃光我家裡的東西? 寶貝Kill 好 什麼事? 給姨姨吃 我的樣子很低落 我還沒吃到, 寶貝Kill 還沒吃到, 寶貝Kill 寶貝Kill也不是難抽 實在給他吃東西就行了 你看看他自己自然生長 換鳥片我真的沒試過 這次是第一次的 也算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我要換鳥片嗎?包太太 我要換鳥片嗎? 是不是看到印花就要換鳥片? 本身有一條綠色, 看見黃色就要換 那條東西在哪裡?你那條東西 不是, 你那條鳥片那條線 但是我又想不到他真的躺在這裡 好像黃沙般被我換鳥片 你這麼乖 寶貝Kill 你現在簡直是炭的那一隻 因為這些鞭片要拿出來 不然會漏漏漏漏 先穿上褲子, 寶貝Kill 真是沒有難度 我其實覺得阿田應該照顧得好 我對他很有信心 因為他喜歡小朋友比我更多 我本身不是看到小朋友很喜歡 他看到小朋友很喜歡 很想搓他們和他們玩 我以前不是 我想如果我現在變成這麼喜歡 他本身的底部已經是喜歡 就算是給他照顧, 我覺得還不錯 不, 其實我小時候 我是一個照顧小婆 因為我們以前住的屋邨 有專門幫人照顧小的主婦 我小時候的志願 大約是幫人照顧小的主婦 是嗎? 讓我先給鳳梨 睡著 真甜蜜 只不過是用食物來引誘到他的初吻 他突然抱著我 我現在充滿愛 真甜蜜 你是不是睡覺了? 自從有了BBQ這件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原來人生是有很大的轉變 不是現在三言兩語可以說 有什麼喜悅 以前經常聽說有很多喜悅 是他才帶給我 是真的 沒有一件…就算照顧別人的 你都不是… 你都能遇到一點 但是你自己生的事情 經歷一個女性 經歷這件生寶寶的事件 然後再看著她長大 但是一直不斷照顧她 那件事是很…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人生裡 這個項目不應該錯過 我作為阿田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這麼大的經歷 我真的超級想分享 還有希望她也感受到這件事 照顧完之後會不會生? 我還在想 BBQ這麼乖, 這樣照顧完BBQ 她就決定會不會太衝動 再見… 你是不是緊張媽媽? 我不是 我想每個… 你已經有幫忙 每個生員都是這樣 尤其是第一次做媽媽 就等於埋映竹雞仔的故事 那埋映竹雞仔的雞仔媽媽 立刻開了一雙翼 擋住後面的雞仔 突然那個母性的事情散開了 爆發了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 突然之間…沒有 從來沒想過會這樣 突然… 突然連老公也被扔在一旁 即是那個麻映竹雞仔的雞仔媽媽 你從來沒見過那個雞爸爸嗎 你從來沒見過麻映竹雞仔的雞爸爸嗎 不要跟我搶, 大家都不要跟我搶 你別吵, 不要走過來 這些雞仔是我一定保護的 有了那種意識的, 轉動模式 是的 所以你說是否緊張媽媽 我猜全部媽媽都有這種機制 生完之後, 馬上變成那隻雞媽媽 你想要掌控所有東西 對 所有東西你都要知道 小朋友發生什麼事 對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個人這麼懶惰 其實我真的不應該當媽媽 你到時候就沒事了 你會變的 對, 你覺得我們倆本來很勤奮 你看到他們一說他們的家庭的時候 那種心態是無私的 我到現在這一刻 我也感受不到這件事 我還是一個自私的人 在我現在這一刻的心態 我也會覺得我有點想 但如果沒有, 我又覺得沒所謂 所以我在40歲的時候 我突然有這個想法又彈出來 我就在想 會否是有了小朋友之後 會…人生又會不同了 但你說我有否很羨慕 我會不抗拒 我現在這一刻 只想知道我的卵的健康情況 好, 真是的 每個女人都不喜歡包包面 想瘦面、V面, 可以怎樣做 毛質埋線技術是無創療程 可以僅致提升面型 下巴輪角出來 想多漂亮有多漂亮 小朋友 來吧 我會不會接受 我會不會接受 ,很開心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